根据西班牙媒体披露,曼联8900万磅先生伯格巴转会黄马几乎完成,法国国脚同意减薪离开老特拉福德。 在西班牙足球节目El Guerin Ghetto de Jogones中,资深记者爱德华多英达Edward Lindner,声称,伯格巴转会黄马已经完成了。 英达是西班牙媒体OK日报的创始人,之前曾在世界报和马卡报任职,据他所说,伯格巴将接受每年约300万英镑的工资下降,这是他1.5亿英镑转会黄马交易的一部分。 阿扎尔将成为黄马今夏签下的第一名重量级球员,而伯格巴将紧随其后加盟,这一转会是由球衣赞助商阿迪达斯推动的。 第一个签约的是阿扎尔,下一个签约的是伯格巴。 英达宣称,他同意将自己的年薪,从贷卖联的1300万磅降至1000万。 我认为他们讨论的转会费,在1.37亿至1.5亿磅之间。 阿迪达斯做了很多努力,因为他是该品牌的两大主要球星之一。 对此,曼联球迷的反应是,高兴、期待,甚至迫不及待。 请一定要是真的。 终于等到了好消息。 请问需要人开顺风车送他去机场吗? 无独有偶,意大利媒体报道称,曼联另一位高价球员卢卡库愿意降薪,以确保转会到国际米兰。 26岁的卢卡库与一甲球队有着密切的联系,如果国米确认孔蒂为新帅,曼联的7500万磅先生,将成为他们的头号目标。 意大利米兰体育报称卢卡库几周前前往米兰,会见了国米董事会成员,并在那里同意了个人合同条款,他接受了降低在曼联的25万磅周星。 卢卡库在曼联度过了一个令人失望的赛季,他在45场比赛中直进了15球,他在应超的最后一个进球,已经是3月2日的事情。 索尔斯克亚并不热衷让他踢中锋,他更喜欢拉什福德。